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如说在森林中一个树洞可能能成为一只小鸟或一只松鼠的温暖的家 它们在过冬的时候能把自己所有能储存的食物放到树洞中 它们过冬的时候都过得非常的温暖 在一个这样子的树洞中它们有一个很幸福的家 然后也非常的就是幸福和温暖 还有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我有过在一个树洞中 因为你不知道树洞它深不深 你也不知道它里面会有什么 然后呢我就会就是在一张纸上 当时我是把自己很讨厌的人 还有我很讨厌的一些事情写在纸上 然后我为了不让爸爸妈妈发现 我就把它放到了一个树洞里面 但是你放到树洞里面呢 你就找不到它了 然后可能就没有人会发现 反正以后我是就没有在那个树洞里面找到过那张纸了 想起来这件事情 当我跟我们班同学说的时候 我们班有很多同学都说 你干过这样子的事情 我还干过比你更严重的事情呢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她说她小时候她经常跟她妈妈闹脾气 她小时候有一次就是写了一些骂她妈妈的话 写在纸上放到树洞里面 然后呢有一次她就长大之后 她又告诉了她妈妈 她妈妈就很生气 你为什么要写我的坏话 她说因为你小时候真的滑我法得太严了 还有呢就是你们觉得树洞她安不安全 树洞她可能有的时候 就因为你不知道她有多深 她也很黑 你可能会觉得她有那么一点点危险 有的时候呢就有一些人她好奇心很强 她想知道树洞里面有什么 就她就会就尝试去把手伸到树洞里面 但是你放树洞里面的时候 你感觉你摸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很害怕 你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我好害怕呀 但是有的时候呢 你看着这些树洞的时候 你看着这些树洞它那里面 它深不深的时候 你又觉得很安全 它好像特别的就是也一点点不害怕 就很自然的那种你就敢伸手去往里摸 反正有的时候的话 你觉得树洞就特别的危险啊 但有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 它可能就是很就是很常见 也特别就不是很稀奇 也不是很特殊的一种东西 还有呢 在我小时候 我爸爸妈妈经常带我出去玩呀 干嘛的 出国啊那些的 就那些的话 就现在让我变成一个特别就是健康阳光的一个女孩子 但是我们伴处有一些孩子小时候 就是爷爷奶奶一代大的 然后呢 现在呢 就特别胆小 在班上老师回答 让他回答一个问题 他就也不敢说话 这就是一些大人 他们就只顾着忙自己的事情 他们就想给孩子一些 就有想给孩子一些陪伴 但是他们却就是不敢 他们太忙了 他们也是知道自己想给 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就是有的时候是给不了的 然后呢 我们班有同学问过他们自己的父母 问他 你想说为什么不带着我到处去玩 或者是甚至在家陪陪我看看书 他爸爸妈妈就只说了一句 我太忙了 所以呢 在这里我希望就是大人们 有些家里已经有孩子的大人们 在家里可以多多的陪伴孩子一些 就像一个健康的树洞 它是树的一个陪伴 然后呢 如果那个树洞 它是不健康又很黑那种的 就很不安全的那种树洞 可能那棵树它就长得不是特别的好 然后呢 所以呢 希望这些大人 他们能就是放下自己手中的事情 去给孩子们多一些的水饭 然后让孩子们过得更加快乐 还有幸福 然后就是 希望每个人都能过得特别快乐 然后有的就是 不要老是因为一些事情 然后呢 自己就是感觉也很难受 也特别的就是不开心 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就是 快快乐乐的过完你们的这一生 然后下一辈子的时候也过得很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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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